把16个币的手类对战小孩6个币的攻略 今天晚上小孩刚刚打完十次来打赖爸的手类赛 目前前面的几位选手全部打完了 正在看到的是最后一位挑战的 也就是小孩的一场攻略赛 这里是选择巴西安来打对面的克里斯 刚刚打完十次再来打九八 我估计起码要输几个币吧 要调整一下 那个截斗毕竟是完全不一样的 两个版本 好了这场对决你猜假设没赢 继续开始 现在克里斯面对是真克里斯 小孩要吃点 小孩这里被张破坏了他的完整的血量 好的 还有一下一跳小青拳 哎不要跳啊一跳就拍到你 感谢我混不得心给他棒棒糖真棒啊 十次那边有大小哥在中方围赢的 对啊有大小哥在围赢的 有的时候我就不播了啊 我就不播了 有大小哥在肯定是赢了M大使的 相信我 好了咱们来看张决 潜通天地板 小孩这里危险了 花产对方潜通抓他一头 哇 今天晚上真的是超神了吗 今天晚上 我还记得前两次 那个比赛 98比赛小孩把赢把打 打多少个人啊 找到用三分打赢把 你还记得小孩三分出类 好了这一战的话 每打赢了一下 可以 卡尼哈 我 开 伙 说 跟 可以 中文字幕提供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是赖爸对战小孩这第二个逼的比赛 刚才是赖爸抢先开张了 很正常 刚打完一晚上14突然打9吧 肯定要 刚才前面肯定要输两个币吧 要调整一下这个节奏 毕竟完全是两套系统了 节奏有完全不一样的游戏 还不可能这么快就适应这个版本的 赖爸打了一晚上 现在手感正热的时候 好了 现在赖爸这里是手上有三气的资源 小儿子里发神 哎呦 又是高点位的跳飞 哇靠 跳飞的康特圈出阿尼大泽地 这一步超强的输出 珍克里斯的伤害真的很痛 现在我们看小儿子剩下的珍克里斯了 要打两个人 反而 好的 这一大队到一半中 他现在继续保持反变超雅德 然后虽然打空中 赖爸这个机会没把握住 刚才赖爸是想跳重队雅妮向德 哎呀 好 在这里抢到一个先手的机会 打到一个大车队之后 还是反超重队 再次连接 两个大车队打完超 赖爸血量顿时被小孩给他翻过来了 满几头 影跳 AB过去 想做一个弹 哎 哈哈哈哈 这个前走一小步 直接取消打击头 现在是赖爸被小孩的珍克里斯给他翻了 还有一个满血大门五郎 这个就跑赢了小孩 好了 先打一个中断剂吧 要不是炸气 好 果然是炸气的 都想到一块去了 这里小孩 这里前中下C 想堵大门一个起跳 现在打影跳过去 下杯下一起 哎 这里小孩真的是没有确认成功啊 刚才接大特地就对了 可惜了 好吧 大门五郎现在追着血量上的一个优势 完全不在意这个珍克里斯 小孩带他把他爆掉 主播对方 哎 等了反击康特 下杯下一起 再次接 麦斯曼超比较接 漂亮 哎 我差没打拳 啊 噢 光幕儿 我差点了 快点了 我差点了